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喜欢吃蒸地瓜吗? 大家好,我是Bibin 今天做蒸地瓜的血糖实验 等一下我会先测空腹血糖再吃地瓜 之后测仓后一小时以及两小时血糖 并算出血糖波动跟大家分享 我们开始吧!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5 蒸地瓜125克 我要开单了 吃完咯 等一下测仓后血糖 仓后一小时血糖 仓后一小时血糖139 仓后两小时血糖 仓后两小时血糖79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哦! 做一下数据分析 吃蒸地瓜 空腹血糖85 仓后一小时血糖139 139-85等于54 血糖波动54 仓后两小时血糖79 之前测超商烤地瓜 血糖波动83 紫地瓜 血糖波动17 这是蒸地瓜的血糖波动54 如果以控制血糖和瘦身为诉求的话 建议吃紫地瓜 另外我们来和白饭比较一下 半碗白饭 两份糖类的血糖波动30 地瓜55克算一份糖类 今天吃125克的蒸地瓜 是2.3份糖类 血糖波动54 这样看来 地瓜的血糖波动还是比白饭高 如果真的要吃 可以搭配蔬菜和蛋白质一起吃 譬如1个大番茄加2个蛋 以及无糖豆浆一起吃 不然就搭配喝苹果醋 或是吃完马上去运动30分钟 让血糖波动不要太大 地瓜营养又好吃 但是要聪明的吃 才能让自己健康又有自信 在此也说明 每个人测血糖的数据都会不同 我的血糖数据仅供大家做参考哦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不要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胰岛强烈分泌胰岛素 导致合成脂肪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